今天马股继续牛肉 祝大家在股市继续领取红包钱 今天早盘板块领涨的是 Burperty板块上涨0.60% 消费板块上涨0.48% 而中指板块上涨0.25% 上个星期来势汹汹的IPO新股 比如029流 HE Group也来到压力位0.45 结束8年羊 而今天大派红包的股票 就是种植板块5.115TH Plantation 一度上涨了12.06% 庄家完全控盘 相信有不少投资者都领取到了红包 惊人春节股市还算给力 即使可能只是一时狂欢 那接下来要注意的重点是什么呢? 红包赚就跑 还是继续加仓牛股呢? 本周视频立即给你分享 让你既可以把您过得好 也不担任对股市长情的了解 大家好,我是Angie 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玩股之多点 第一次看到老师的新朋友 先点击订阅 我们每天五盘直播 一点到两点 和大家分析马股的趋势 愿你四次顺利 幸福安康 在2024年股市龙腾虎月 好,我们直接进入主题 今天早上上涨超过10%的股票呢 有5112TH Plantation 最重要这只股票还能继续hold吗? 而且如何找到这样的股票呢? 我们今天还是用MACD神出鬼没战法 这个战法我们在2月9号的时候 就已经和大家分享了如何运用 想要看回的话呢 可以点击上面的link 我们同样把MACD改为6135 而KDJ呢就继续保留 一般来说一个指标 它会有自己适配的参数 但是这个适配的参数 也会随着使用的人数增多 从而失效 它会跟着市场的一个变化而变化 所以说协会修改指标参数 才能适应这个市场 才能发挥指标的真正工作 所以我们把这一个指标参数改的方法 叫做MACD神出鬼没买卖法 神出鬼没也就是短线操作用法 这个用法在短线波段操作方法 是最简单和实用 它能让我们把握一个极致的买卖点 买入就会涨 比如我们看看上个星期有派红包的 IPO新股0296 HE Group 在2月5号的时候呢 当两个指标同时出现金差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这一个位置买进去 买进去之后就连续来了一个 8连羊强势拉伸 所以这一边的利润 我们大概可以拿到34.38% 短短的9个交易日里面 我们再看看下一支股票 0297 DSA 明显的我们在2月13号就发现了 KDJ和MACD同时出现了共诊 同时出现了金差 所以在金差当天就来了一个大阳线 我们在这个波段上车 也可以在短短的5天的交易日里面 赚到了24.45% 买入看金差 卖出看死差 做短线的操作者必须严格进行 好我们来看今天上涨的 好我们看看今天上涨来自熊熊的5E12TH Plantation 这支股票 它同时也是在2月9号 KDJ形成金差 而MACD也同步的形成金差 当隔天收一根羊柱的时候 我们可以果断的进场 那么接下来的利润呢 是可以让我们吃到肉的 总共在5个交易日里面赚取了43.36% 最重要的就是它还突破了上升结构9 当上升结构9突破之后 它就直接来了一个6连羊 很多人持有股票的同时也会忐忑不安 我们同时呢可以透过进差找到进场点 死差找到卖出点 所以呢KDJ死差 但是MACD却没有同步的死差 那么卖点就不成立 当卖点不成立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继续的持股 而后面的一波还能继续让我们赚下去 好我们今天的视频分享到这里 星期三晚上8点会有WOOF课程 你 让你知道如何在2024年做到牛股 想要学习的可以在留言区点击链接 还没有点击订阅的朋友 记得点击订阅 我们会有更多股票好料与你分享 再见 眼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市场